Hello,大家好,我是C股井,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晨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4月6日星期六,现在的气温是23度,外面是下雨 其实在昨天晚上已经有部分地方下雨 由于受到一度的低压槽影响,所以在未来一两天 华南都是会有骤雨和雷波 要大概到下星期二才不会下雨 所以今天、明天和后天未必是一个洗衣服的好日子 跟大家看看新闻,上水发生了夺命车祸 一个69岁的老虎在前天晚上踩单车时 被一架私家车撞到昏迷,倒饿在坑渠大约10个小时 然后去到昨天被剪草工人发现,然后报警 可惜送远之后就忠告不致 据了解,邵氏的私家车事发之后不顾而去 消息指警方翻查币路电视之后 锁定了可疑的深色私家车 然后在昨天傍晚的时候,警员就在上水另外一个地方 叫做虎地坳 找到一架深蓝色的丰田私家车 那架车的左边车身就严重损坏 怀疑同案件有关 现场也都见到,有个灵异现象就是 有一只飞蛾停留在私家车的左前车前面 警方就说,涉案的私家车车头灯就怀疑曾经被更换 根据地图,私家车被发现的地方是距离案发现场3.7公里 警方就表示,在昨天晚上已经在粉岭的长华村 拘捕了一个39岁姓陳的男司机 他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意外之后就没有停车 以及意外之后就没有报案 还有就是说,更改严重意外证据被扣查 据了解,这一名男子就是任职汽车维修员 即是撞完人之后,趁荒山夜没人发现就暑鬼了去 幸好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即是有只飞蛾还在这一架车的左前车 即是大家明白了,有时候飞蛾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死者就是说叫做了,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这一架车 好了,下一单新闻 由去年7月实施的港车不上以来 陆陆陆续续有香港人就驾车不上 但是不时都发生事故 近日多个交通消息群组就流传了一组的照片 就说了,有香港人司机驾驶着Tesla私家车去到深圳 期间一名驾驶着平置私家车的女司机 突然之间硬切线之后,撞上了香港人的那辆Tesla 最后,这一名香港司机就说了 哎呀,我辆车刚刚新车落地而已 突然被人撞,心痛到爆 也提醒其他香港人 駕车不上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当地的路况 好了,下一单新闻 尖沙咀天文台道,一个中国五抗大楼 楼上一家二手名牌寄卖店 在昨天遭到独行责,入屋爆市 责人用硬物打爆玻璃门 然后针对性地拉走了14个香蜜手袋 包括一款极受欢迎的系列,总值180万 警方就把案件列作为爆舍案,交给油尖望景区第二队跟进 又是这些针对性的爆架,希望抓到人 其实好像上个月才有一单,不过那单都抓了人 好了,下一单新闻 二通行在去年起陆陆续续实施在不同隧道 运输署在昨天公布 有车主因为欠缴146宗隧道费 被法庭裁定了,需要缴付17万隧道费和相关罚款 同时说,这个车主将不获得续期车牌和任何过户申请 总之就是,有人特意不去搞这些什么二通行 想着他都不是说即时扎停我的车,我就继续开车 到最后就没得白无乃,甚至连车牌都没得继续续下去 好了,下一单新闻 油麻地在今个月的3号发生了斩人案 一架的私家车在文英街被歹徒乘坐的两架车就扎停了 然后一个40岁姓梁的男乘客被六名池都大汉追斩 身众多都送远 原来兇徒留下了其中一架车 两架车去,一架车回来 最后警方经过深入调查 发现伤者坐那架私家车有冰毒 最后26岁的司机被人抓了 好了,其实这一单新闻之前都说过 现在有最新消息就说 原来遇集一方就是姓和人马 事件涉及上个月底 姓和人马在尖沙咀消遣的时候 和新义安赢发生冲突 然后有人曾经两度掃墙 怀疑是因为这样就遭到报复 总之两边都不是好人 被人砍那边都被人发现 你辆车有弱的 另外,警方经过调查 砍人的人都有被人抓 在昨天和前天在全香港多区 拘捕了五名年龄介乎22至58岁的男子 他们涉严商人 藏有攻击性武器 和行使虚假文书 警方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 好了,下一单新闻 疫情復常以来 香港经济的复苏顺于预期 饮食业也揭起了结业潮 食肆出招自救 在关同的晋业街 一个宵尾店推出了 限时10元一盒叉烧饭 引来了网民关注 由于市道不太好 所以也有不少打工仔来光顺 当然10元叉烧饭就不要期待这么多 其实叉烧真的比较少 但是10元就是有一块肉 然后有碗白饭就算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由于香港出现了第一宗被猴子襲击之后 感染了猴子病毒情况危态的案件 搞到大家都很关心 究竟通山跑的猴子会去到哪 一个位于金山郊野公园旁边屋苑的居民表示 由于屋苑范围长期被猴子佔领 甚至乎泳池都成为了他们一家大小 消暑的旅游胜地 甚至乎爬上七楼八楼和住户打招呼 居民长期被猴子滋扰 一直以来都有向政府部门投诉 但是求助无门 政府只会回复一堆数据 居民都只能够关上枪自救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 出现了这些夺命病毒 政府真的要继续工作 好了,下一单新闻 港人不想消费已经成为了常态 但是有不少人更加由平时的饮饭吃吃 更加去到不想求医 近年香港医疗资源紧张 公营医疗的轮后时间也被人救病 因为太过长了 但是深圳医疗令香港人改观 除了价格便宜 预约方便、环境好 越来越多香港人不想看医生 甚至乎去弄牙 也有人说自己不想弄牙 最后省了40万 那名男子是专程要做牙的大工程 他就说要拔掉所有牙 重新再植牙 他说香港的牙科就开他56万 接着他在内地用了16万5千人民币 大约18万港元做完相关程序 当然这些的话 就不要单单去信一篇的新闻 有心的话自己要做足资料搜集 下一单新闻 食物环境卫生署在昨天公布 有四款预先包装的混合香料制品 含有除害月饼制 不过这些印度的产品 我读过名字出来 如果大家有的话就小心点 不过有些都是印尼名 其中有一个有中文名的 叫做马德拉斯咖喱粉 如果有的话就千万不要吃 另外有些都不是英文 你不懂读 大家可以有什么特别的材料 调味料上网查一下 下一单新闻 差响物业股价处在昨天公布 就着初生婴儿有抗弱性金黄葡萄球菌 而且他们作为带菌者 最后经过测查 发现原来是一个9个月大的女婴作为带菌者 现在这一名婴儿正在接受隔离治疗 情况稳定 下一单新闻 差响物业股价处在昨天就说 有14名劏房业主因为违反了相关条例 在东区裁判法院被人罚26,900元 其中一名业主触犯了没有提供租金收据 给客人等等的12项罪名被人罚10,900元 差响物业股价处就说 自从条例生效之后 就已经成功检控了218宗的个案 不过感觉上都是偏向小打小骂 下一单新闻 长期吸食一个非法药物 但自称没有上瘾的母亲 由于他四岁的儿子被人发电 尿液中含有药 四岁肯定不会主动去吃 所以最后罚了那个妈妈 把这个妈妈判入戒毒所中 下一单新闻 一个非牟利组织的义务中年补习男导师 曾经在这个组织里面尝试隔着股 去摸一个11岁男童的下面 到最后了 这个所谓义务导师被个官认斥 并且将他判囚7个月 下一单新闻 香港国际七人篮球赛 在昨天一年三天在香港大球场举行 旅游发展局和主办方邀请了 过往在哈利波特飾演 维斯利妈仔的这两名演员 来到香港去看七人篮球赛 接着在棺材之前 就漫游香港 乘搭电车上山顶 亦都是吃云吞麵 希望多些去推动一下香港的旅游业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廉政公署在昨天公布 在礼拜三落案起诉了一名 在港珠澳大桥金巴做事的散工 究竟衰些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在去年农历新年除夕之前 就在年29的时候 当晚向两名的旅客索会 就说我帮你们登车由香港返回珠海 即是什么意思呢 你搭车不是一定要买车票的 但是在年29的时候 他跟两名旅客就说 你直接给钱我 你就不用车票就可以登车了 变相就是说 吞了公司的钱去自己荷包那里 到最后被人捉了 需要在4月8日 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那里答辩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4月22日起 就实施了 即是那个什么走数的那些规管 环保局的局长 出席电台节目就说 哎呀 其实呢 有不少的餐厅 一早在去年就已经走数了 像这样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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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街上的外购的餐具计算 其实那些成本 只不过是比现在 3到4毫子 那样 有小铺也都反映 那样 他们就未必会将那个成本 就转价给消费者的 那样 那到期时看看要什么 你随便拿一两间小店 就想着代表全香港 对吧 咯就不信 即是我相信 那我相信 会去加价 会去值持加价的店 这部份肯定是属于大多数的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立法会的铁路事务小组开会的时候 在讨论一下如何提升港铁的设施 有多名议员说 港铁站里面的厕所情况相当欠佳 臭气冲天 民建联的陈鹤峰也说 有很多女士完全不敢用 立即走出来 屡次我不知道 蓝次的卫生情况 单纯是鑽石山站来说 其实都还可以 对我来说 因为男性是说我不需要接触任何东西 我磨完就可以走 所以蓝次卫生情况 当时我看到的卫生情况还可以 下一单新闻 两名康民署的树木组技工 在2021年8月在西营盘工作时 由于发生意外 导致他们在高空跌下来 其中一个55岁的女工重伤昏迷送院之后不治 到今天 她的亲友是日品区域法院 向康民署署长索 不过日品匠上 未有列明索偿的金额 下一单新闻 关于柴湾 落脱台的 亿元大维修风波 之前就跟大家说 上一手的主席 拿着本数捕 什么都不交出来 龙头棍不交 那个数捕也不交 总之什么都不交 去到昨天 新的业主立案法团就发公告就说 由于找了政府帮助 所以就已经收到土地注册通知及确认成功注册 所以就算你不交数捕也好 不要紧 别人都有方法 合法合规地继承了本数捕 所以对于这个落脱台 他们暂时会被 折电和停保险的危机也都暂时解除了 不过之后 他们还是需要 跟前业主立案法团主席不断去打官司 下一单新闻 警方早前就根据情报 发现 有那些麦春集团 位于湾仔的一个酒吧作为居点 操纵一些非本地女子 以陪酒为名 实质就进行那些18禁活动 并且向他们提供住宅和接载服务 从而收取欲金 另外也都招揽其他人去协助洗黑钱 据了解 每次的交易收费就去到13000元 接着他们就对粉分 警方到了最后就捕人 最后就捕了25个人 包括集团主路骨钢成员 还有11名 来自内地和台湾的女子 下一单新闻 在今天凌晨5点 警方接报就说 一艘内地注册货船 在赤柱的黄麻角 以东海面 和另一艘渔船相撞 涉事的渔船 冒烟入水 渔船上11个人被货船救起 无人受伤 救护人员也赶至现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东九龙的交通组 在昨天凌晨在区内展开 Robot行动 然后在凌晨2点 警员在观塘道巡查期间 发现了一架私家车 刑织可疑 最后在车里面 找到有15包的非法药物 总值11000元 还有司机通过不了 酒精呼气测试 按常理推断就是 这一架就是快餐车 而且这个司机 也是踢着东西 去派货开车 当然 到了最后 就被人逮捕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为了打击黑的问题 警方就从今天起为期三个月 就会推行的士大事的计划 针对打击的士拒载 以及揽收车资 等等的违法行为 中区警区就率先在其中一个黑点 南桂坊去推行 在威宁顿街 分别设置的士站 每逢是周末 或者是星期日 那些时候 的士大事就会站在站头 协助乘客登记的士车牌号码 以及目的地 还有估算大约车费 等等的资料 提供给乘客 防止被人 揽收车资 现在警员直接派人去钉住的话 已经没得去劏客 其实这些绝对 都是一件好事 而且也代表了 有人是 不自律 就是因为经常有人 不自律 所以才会搞到 你们不自律 那我就直接派人去看 你们 这些 自己拿来 下一单 新闻 在4号 清明节 时 有不少孝子 言孙 上山拜祭 数目 警方 在位于 鑽石山 墳墙 一带 进行了交通管制 期间 有交通 督道员 被车辆撞到受伤 在当日的下午2点 一名26岁的交通督道员 在蒲光邨道 近着蒲光邨道 学校村队开梭道交通的时候 突然之间 被一辆的士在后面撞下去 导致他的颈部酸痛 需要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之后 43岁姓蔡的的士司机 亦需要在场协助调查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 鑽石山 发生了 堕楼案 警方在下午3点10分 接获一名女子报案 指自己的丈夫 在丰盛街32号 瓊山院住所 留下遗书 其后 离家不知所终 不足10分钟后 警方在3点18分 再次接获报案 指在一阶之隔的 鑽石山 灵灰安治所 对开 有一名男子 说二重高处堕下 然后 头破血流 陷入昏迷 救护人员 到场 将70岁姓莫的士主 送往联合医院抢救 最终证实了不治 警方 相信 两宗案件 是有关联 现场可以见到 梯间的石膊 留有鞋印 据了解 事主 生前 受到病患所困扰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在沙咀 呈教所 发生了在囚人士 襲击职员事件 在昨天早上7点56分 一名19岁的男性在囚人士 在医院 在院内内的医院 突然之间情绪失控 襲击了一名的 询教人员 在场的 询教人员 立即阻止 并且 在警告无效之后 使用回招喷霸 将施杂者制伏 事件当中 被襲击的 询教人员 面部和嘴 受伤 经过检查之后 转介 去到公立医院 去做进一步的治疗 至于 搞人打人 那个人 自己面部受伤 亦都需要送到公立医院 进一步跟进 下一单 新闻 香港海关 和内地海关 再度联手执法 进行 拯救动物的行动 关元日前 先后 在沙头角关口 拘捕了两名男女 他们涉嫌非法 进口动物 两个人犯案的手法相同 都是踩单车 手拿着袋 入境 试图走私 7只名种猫狗 包括 比鸿犬 缅甸猫 英国短毛猫 和 暴偶猫 海关说 当中检获岛的年幼动物 只是两个月大 这一代猫 7只猫 市场价值 去到21万 即是平均每只猫猫 都需要 为到3万元一只 那些动物 已经交给 云户处 接受 不少于 120日的隔离 检疫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在昨天下午1点21分 在沙田正街18-19号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期 一架5.5吨的货车 拦腰撞向一架绿色小巴 事件当中 小巴上 两名女子和一名男童受轻伤 货车司机同样 也报清受伤 被困于车内 其后 获救出 只是受到轻伤和清醒 救护人员在场为伤者包扎 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的起因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下午近住1点半时 在大埔的泰和路和安长路 发生了交通意外 一架72号的九巴 和一架平置7人车厂撞 两架车 车头 都有损毁 造成了8人受伤 其中 巴士车长和6名乘客 送到哪打素医院治理 其中一个人 经过呼治后 拒绝送院 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的起因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这单新闻是一单 夸张一点的交通意外 在昨天下午1点 警方接获图人报案 一架私家车 在飞鹅山山顶 冲落了100米深的山坡 所以就怀疑有人被困 真的好像那些电视桥段 车冲落山坡 救护人员就接报到场 发现了一架 四驱车 在大约30米下的山坡 31岁姓钟的 男司机 昏迷被困车内 把他救了出来 事主就双手双脚受伤 随后就送到 伊丽莎白医院抢救 事故原因就有待调查 由于当时的交通意外 令到飞鹅山道 近着百花林路的路线 全线封闭 因为毕竟 救人要紧 当然 来到现在就已经全线解封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前日4月4日清明节 很多人就登山制造 天文台也发出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 全香港多处也发生了山火 消防就说 原来在4月4日清明正日 就有成41宗的山火报告 大多数都是发生在新界 消防就派完到场撲救 最终所有山火都已经撲息 无人受伤 估计都是说 大多数的山火 都是因为 数目制造留下火种所导致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美国的新宅西州 在4月5日 发生了 黎克特制4.8级地震 根据外媒报道 无论在纽约还是费城这些大城市 都是有震感 甚至乎美国联邦航空局要要求一个国际机场 需要停飞 因为 担心地震有危险 大家知道 如果那些飞机降落 然后又在地震 不知道 刺到轮胎的时候 会不会令到飞机降落失控 诸如此类 都会有很多事情 另外有些纽约的市民 就以为 什么地震 我以为是打风 那种 另外 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还有两宗的地震 新闻 缅甸在9个小时前 就有 5.8级地震 震源深度 10公里 另外 在4个小时前 湯家的一个 海面海域的地方 发生了6级地震 似乎就是 不断震 不断震 希望 我们的中国 台湾 就不要再震 对吧 因为现在 都是积极努力救灾当中 好了 说到最后一宗新闻 江西省政协主席 前司法部部长 唐一军 涉嫌严重遗迹 正在 接受调查 内地媒体披露 唐一军 在担任 辽宁省长的 两年半期间 和恒大 那边 有合作 接着就说 当时恒大 在辽宁的投资 房地产 项目 唐一军 曾经 协助恒大老板 许家印 拿下了 圣经银行的控股权 但是 由于缺乏监管 导致 圣经就向恒大 输血了 超过千亿人民币 留下了 绝大部分的 烂账 在这里 令到一家银行 背负了很多 烂账 其实 关于 内地官员 落马 这些 真是每天都有 很多 不过 没有人会 跟你说 因为跟你说了 就代表告诉你 原来 中国是会做事 中国是有廉洁的存在 但是这些 不合乎 黄人的主旋律 不合乎YouTube 想让你们知道的主旋律 所以 这些新闻 如果单独开一集 出来拍 没人会知道 YouTube也不会推 其实 一直都见 太多太多官员落马 另外 中国也有个官员 名字叫做姜濤 是真是那个 明星的姜濤 那个名字 不过 这个就是一个 黑龙江的人 又是 被中纪委说 涉嫌严重遗迹 又是一些 跟钱有关的事情 管農地 又是一些 可能 随便批了些地 被人种 又不合乎规格 然后自己背后 又不知道 收了多少钱 那些 好了 今集节目 就来到这里 昨天 就不上缘一日了 通常 我不上 跟着 预录的影片 收视都是一样的 昨天又是去了吃饭 拔罐 发现 昨天拔罐的 灌印 更深色了 可能是因为 一两个礼拜前 香港很濕 我个人 累积了很多 湿气 甚至乎 现在的肩膀 都是酸酸痛痛的 可能因为 又拔罐 又中式按摩 不过 个人 明显 舒畅了不少 好了 今集节目 真的来到这里 我们就 稍后再见 好 就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